高雄市长陈菊精神异议走入录音室 特别为2016高雄广播节录制宣传带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陈菊 2016高雄广播节即将在11月12号来举办 大高雄在地的14家电台会一起参加 这是面对了解广播的最好的机会 除了欣赏DJ最精彩的舞台表演 也可以体验当DJ真实的滋味 高雄市政府邀请你一起来共襄盛举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首度举办广播节 陈菊亲自力挺宣传 除了展现对于广播的高度喜爱与重视 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来了解广播的独特魅力 广播有它一段辉煌的时代 虽然现在电子跟网路媒体兴起以后 好像广播的听众没有过去的那么的主流 但是仍然有一群非常始终的听迷 也是我们传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年特地我们高雄市政府新闻局 以及我们的高雄广播电台特地来举办 我们第一届的高雄广播节 希望这样之后能形成一个传统 让广播能够再受到我们听众的重视 取得它的一个心声 同时也带领我们大家市民穿过时光隧道 看见过去广播美好的岁月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希望让民众有机会 面对面遇见广播 这次邀集了高雄14家在地广播电台参与 将在11月12号与捷运中央公园站1号出口的 圆形喷水广场举办广播节活动 内容包括网路票选 各电台摊位参展 透明广播秀 以及广播明日之星选拔等 结合舞台与广播节目 让广播立体化 也让广播不只可以听更可以看 而在活动登场之前 还有暖声讲座让民众抢先体验 那我们今天的广播明人系列的讲座 也就是我们整个高雄广播节的活动 一个起步的开始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郭强生老师 新竹的IC之音广播节目 他开了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文学剧酒屋 就跟我们今天活动的题目一样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广播节目 加上老师自己对文学的投身非常的早 老师在高中的时代就在联合覆盖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文学的发表场地 展露了他的头角 那在对文学的一个深刻的了解跟参与 再加上说老师的在广播节目中 微微道来 这样的广播节目 就能提升我们整个城市的质感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未来 我们高雄广播电台 以及整个高雄的广播节目 都要努力的方向 选在高雄文学馆 举办两场广播名人讲座 首场由集评论家 学者 剧场编导 作家 多重角色与一生的郭强生教授 大头阵 节目在第一年就入围广播金钟奖 今年也再次获得肯定入围 分享的是他将文学 融入广播的经验 当我面对一个完全全新的广播的时候 我也跟所有的新人一样 把自己打掉 把自己下功夫 然后重来 我觉得这个故事 其实在让这个40岁以后 进入广播界的我来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生命的经验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 40岁开始只要你愿意 不要怕说做不好 就努力说我要做好 第二场主讲的广播名人马世芳 在广播金钟奖布金 则是带领民众回顾 并剖析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 以及蜕变 广播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特色 包括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最能够陪伴你在一个人的情境之下 让你真的专心的听进去一些 对你的人生可能产生影响的讯息 不管是听到一首歌或者听到一段访问 或者听到主持人说的一段故事 我觉得广播是特别适合这种一对一的感觉 真的可以让你很专心的深入的去理解一些东西 作为一个播音员 我自己这么多年做广播 我始终觉得能够通过电波 只靠听觉 跟我的听众沟通 跟他们分享我很珍惜的故事 很喜欢的音乐作品 我觉得这个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 讲座场场座无虚习 亲眼见到广播名人 粉丝也相当兴奋 在交流问答时间踊跃发言 收获满满 不仅丰富了广播的多元性 也拉近了广播与听众间的距离 是否期待 透过广播节的举办 能带领民众找回对广播的热情 重温聆听的美好